事故发生在晚上 当时红灯还有六秒就要放行 停车线内的车子纷纷准备起步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摩托车歪歪斜斜地从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中间驶出 准备左转 就在旁边执行汽车起步的同时 摩托车的踏板位置突然掉出来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小孩 车子的后轮似乎已经压到了孩子 好在这名摔下摩托车的小孩只是头部受到车轮的刮擦 要是再差几公分也许就闯了大祸 摩托车司机惊魂未定 殊不知自己已经违反了多项交通安全法 首先摩托车不能搭乘12周岁以下的儿童 其次驾驶员身前不能载人 而且摩托车在车队里穿插也是不允许的 因为自己的疏忽让孩子差点没命 粗心的妈妈可要好好检讨一下